夜店门口外籍男子拿着手机朝安管人员狂排被制止 下秒他竟然直接出拳 安管人员当场抱住头痛哭倒地 同事想帮忙 拳骨也被打到淤青 十秒内连续重拳出击狂欧扁人 一旁其他安管人员应勇而上 要将他制服 原来这名美国籍工程师 今年三月在东区夜店没买门票 向刷脸不付钱进夜店被阻止 声称认识大股东要录影给股东看 安管不吃这一套 竟挥拳通过两名安管人员 虽然最后成功进了夜店 但如今起诉也进了法院 而在中正区也发生外国人闹事 对到没办法回应警察 这名自称是来台教书的白俄罗斯基博士 日前到北市中正区一间酒店狂欢 不满店员态度不佳 三人蹲在路边里论 这时外籍博士竟从身后拿出一块大砖头 直接朝两人脸部砸过去 差点见血破相 两名黑男气炸狂追 最后闹到原警也到场 臭气熏天随时准备要呕吐在警车上 让原警相当困扰 就怕喷泉突然涌出 虽然最后双方互不提告 但警方依然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将它送办 这一本里采山藏包的